在世界上一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常游走着一些神秘的未知生物 它们总是避开人类 但有时候却又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其中有许多UMA是属于类人型生物 像是大脚怪、雪人或是天鹅人 而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拉夫兰小镇 也曾有个知名的两栖类人型生物的目击报告 它就是拉夫兰青蛙人 在这广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许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神秘生物 它们被称为未知人生物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形成UMA 太所未知追求真理 欢迎来到今天的UMA档案 各位朋友好 我是调查员Jester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 拉夫兰 拉夫兰镇 是一个人口仅有约13000人的小城镇 它曾经是个以观光为主的繁忙铁路小镇 因此被誉为迈阿密山谷的小瑞士 而镇中有条最主要的河流 小麦阿密河流金鱼齿 而今天事件的主角传说就出没于这里 据目击事件所称 拉夫兰青蛙人的外表 就是只会用双脚站立行走的青蛙 身体躯干部分却像人类一样 但却有一个青蛙的大头 身高约一公尺上下 它全身没有毛发 皮肤看起来很光滑 但是手和脚都是呈现蒲状 就像是电影或是漫画里才会看到的角色 而关于他的目击报告一共有四起 最早的事件发生于1955年 而这个事件有三个版本 但开头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一名当地的销售员男性在凌晨的时候 独自开的车 从小麦阿密河旁的道路上 到这里目击故事开始出现了分歧 第一个版本是 当这位男性开到一半 隐约看到远处路边有三个人影 等到车子靠近了一些之后 大灯打在他们上面时才发现 那是三个像青蛙的人形生物 他们同时转过头来看着他 这名男子被吓个败死 赶紧加速离开现场 第二个版本是 男子开车准备经过一座桥时 发现有三个青蛙的人形生物挡在路中间 他吓得赶紧按下喇叭示警 其中一只青蛙人突然跳上他车的引擎盖 这名男子就吓到晕了过去 第三个版本则是 同样开车准备经过这座桥时 他察觉到这些生物后 把车停下来偷偷观察 竟然发现这些生物在进行对话 虽然语言是听不懂的语言 正当初神观察一阵子后 这些生物发现了他 其中一个生物 用手上的不明物体指向男性后 发出一道火光射出 这名男性吓得若黄而逃 然后最重要 也是让拉夫兰青蛙人 在美国知名度大开关键的两次目击事件 是发生在1972年3月 与第一次目击报告相隔17年之后 当地警察居一名警察 Ride Sharky在凌晨10分 一如往常的开着警车 沿着河边的道路巡逻 执行勤务时 突然在远方 他以为看到很像是狗的生物在路边 由于当时天气还是很寒冷 路面上还有些许结冰 于是他的行驶速度不快 突然间那个生物从路边冲出来 警察看到也马上踩煞车 避免撞上 当车停下来 车灯打在这个生物上时 警察才看清楚他的长相 他事后觉得实在是太离奇了 他看到的是一直用双腿行走的青蛙人 就在眼神接触那短短几秒后 青蛙人跨越路旁的栏杆 一跃而下 最后消失在河中 随后凌晨另一名检察也来现场调查 虽然没有看到该生物的迹象 但事后的报告上记载 护栏上有明显的爪痕 不过调查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也没有发现其他更多的证据 在两个星期后 Red Sharky的同事 同样身为警察的Mark Matthews 也碰到了青蛙人 目击地点就在前一起事件不远处 Mahius警察 同样在开车经过河边道路时发现 路中央有个不明的动物疑似躺在那 当Mahius停咬车准备去移动 他原本以为是某个受伤或死亡的动物 突然间这个生物起身 并摆出像青蛙一样蹲着的姿势 Mahius吓了一跳 以为他要攻击他 于是他出于本能拿出配枪 朝向那生物的方向开了一枪市井 Mahius慢慢地后退保持距离 而青蛙人同样地越过栏杆后消失在河中 而第四次的目击事件 发生在不久前的2016年8月 那时候正好是最夯的手游 Pokemon Go 上市没多久 全美刚新起一股抓宝的热潮 当地辛辛纳提电视台报道 当一个有趣的夜晚 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恐怖故事 两名青少年在拉夫兰镇一座湖边抓宝石 声称他们在湖附近 看到了一只用两脚站立的大青蛙 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虽然当时天色昏暗 但照片里的东西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拉夫兰青蛙人的 四起目击事件 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甚至有点滑稽 但拉夫兰青蛙人 真的有可能存在吗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首先 像青蛙又像人的动物 的确很不可思议 根据叙述 它有着青蛙的头 手掌和脚掌呈现蒲状 全身无毛且光滑 看起来拉夫兰青蛙人 某些外表特征 的确是与两栖动物很相似 但是它又有着非两栖动物的特征 就是有着像人类一样的驱赶 还能回过头来看着目击者 难不成 真的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吗 只是今日每年都还是有新的物种发现 但大多数新发现的物种 都能在目前已知的物种中 找到相似的 它们不管是外形上 还是生活习性上 基本与已知的物种 并不会差别太大 因为它们大多有着 共同的祖先起源 然而 已知的生物中 却找不到 跟拉夫兰青蛙人相似的生物 尽管它们有着青蛙和人类的特征 但这两类生物 还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而从演化的角度来说 要演化到青蛙人这种状态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在长期的演化中 它们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物种 独自演化到现在的状态 就算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个新的物种 一种物种要生存下来 它们就要有一定的数量规模 这样才能保持物种的持续繁衍 否则将不可避免的要近亲繁殖 但这往往会导致走向灭绝 但它们的数量真的够多吗 至少从被发现的几十年来 也仅仅只有四次的目击事件 而且都集中在拉夫兰小镇的河流附近 在这样并不是很大的面积中 这样大型的生物竟然没有被持续发现 的确也是非常不合常理 所以拉夫兰青蛙人是个全新物种的几率 我想很低 当然 有人会突发奇想认为拉夫兰青蛙人 会不会是从某个实验室逃出来的 蛙类和人类杂交的实验物种呢 基因工程技术也是近20年来才有飞快的进步 从1955年当时技术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还没有办法创造出这种生物 而从自然杂交的角度来说 这更不可能实现 青蛙跟人类根本是不同科或是同俗的动物 而它是外星人的可能性 我认为可能还比较高 它的偶然出现只是外星人派来地球调查的过客 而非一直存在于地球上 所以才仅仅被目击四次 为了揭开拉夫兰青蛙人之谜 一些研究人员做了调查 根据目击报告的叙述 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分析 他们提出一个推测 认为目击则看到的 可能是患有兽戒险的北美胶狼或者是狗 兽戒险是一种皮肤病 会引起动物体毛脱落 皮肤皱缩 患有兽戒险的胶狼和狗 在昏暗的光线下 皮肤看起来就像是皮革或者是鳞片一样 而他们的脸 由于没了毛发 显得很瘦 看起来可能放大了脸的比例 让人误以为是某种奇怪的生物 胶狼的生长差不多是一公尺左右 与目击者的叙述身高约一公尺吻合 四次的目击报告中 第一次发生在1955年 而且光是版本就有三种 所以可信度本来就令人质疑 而后面三次的目击事件 则是有另外的解释 第二次与第三次的发生间隔很近 第三次那位警察Mahus开枪后 巨人其实是有疾病生物的 不知是Mahus事后更改了口述 还是为了增添这个生物的神秘性 当地媒体报道 省去了后面这段过程 就是Mahus当时击毙的 是一条不属于当地物种的大型蜥蜴 很可能是居民饲养逃脱的宠物蜥蜴 他们目击的并不是所谓的青蛙人 而第四起目击事件的 这两名青少年看到的是 当地穿着戏偶服的小孩子 还拿着手电筒当作是眼睛 所以照片中才会眼睛部分特别亮 尽管目前普遍认为 拉夫兰青蛙人并不是真正存在的生物 而是有一年串误刃及炒作 生成的一种小镇代表未知生物 毕竟我之前介绍的UMA生物 有很多都来自于美国不同城市 在那个年代 好像自己的城镇 有个UMA才跟得上流行或者是蜂巢 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当地的观光彩 不管如何 希望今天的故事你们会喜欢 如果有想知道神秘生物或是故事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Jester 我们下次见 我是调查员Jester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